我們看B實體 他說這個極限當N趨近於2的話 這要等於0,然後A平A加B放多少 但是你N趨近於2的話 分母趨近於0 如果這個不趨近於0的話 就會變得無窮大 所以這個的話 也要趨近於0 也就是說 這個一定要被N-2給長出來 就是1加A加B 它一定要能夠被N-2整除 你帶2 這是1加2 加多少A加2 這加多少呢 2A加4 一定要能夠整除 所以這2A加B加4 這應該會等於0 好 那等於0以後的話 那整除了 所以最後得到這個3 這就變成什麼 所以這2A加A加2 那N趨近2的時候 這要等於7 所以就得到兩個方式 第一個方式是這個 2A加B加4等於0 第二個方式是 N趨近2的話 這個要等於7 也就是說2加A加2 這要等於7 那這樣我就知道A等於多少 7-4 這是3 那B多少 那B多少 B的話 這等於-4-2A A是3 所以應該是-10 所以A應該是3 比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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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方 比方 比方 再加-10 比方 比方 對方 比方 1 pourtant 所以答案是109